歡迎收聽大紀元新聞 請聽大紀元記者宁海中綜合報導 中南海平傳收繳權貴財富 有人被指交20億 中南海近期仍在高調打攤 不時由省部級官員落馬 黨內權貴家族則被指破財黨災 有消息指 許多反習權貴家族目前被要求交出贓款 其中 前國家主席劉少奇之子劉元 被習近平拿到了把柄 交了20億元財產才勉強過關 5月31日 中國問題專家唐靖遠在 《遠見快評》節目中透露 他從體制內信息源頭 通過海外可靠的途徑獲知 習與紅二代群體的爭鬥 正在日趨激烈 在反習紅二代家族中 比較有代表性的是 以劉元為代表的劉少奇家族 和鄧朴芳為代表的鄧系勢力 知情人士透露 習已經以反腐名義 對劉元實施了調查整肅 劉元雖然當初以打擊古郡山貪腐而出名 但實際上這些年他也撈得不少 被習拿到了把柄 據說上交了20億的財產 才勉強過關 據稱 劉元沒有被公開法辦 還有適當的自由 但仍然處於嚴密監控之下 劉元現年73歲 早年曾任河南省副省長 1992年轉入軍界 歷任武警部隊副政委 軍事科學院政委 總後勤部政委 獲受上將軍接 2015年退役轉入人大 2023年3月正式退休 有關中共權貴交錢換平安的消息 不時傳出 政治學者 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 王君濤 2023年11月2日 曾對大紀元表示 中共退休領導人的日子 並不好過 據稱 現在曾慶紅家族 都把部分財產交出去了 換來不追究他 現在只有兩大家族可以不交 一個是胡錦濤 一個是江澤民 其他家族都已經交了 溫家寶也都交了 去年12月12日 海外社交平臺 X上曾傳出的截圖 也顯示 一條惠妃的跳跳魚爆料稱 中共黨魁要求紅二代集團 至少拿出三分之一的財產 給中央渡過難關 不交的話 他就上手段了 道料還稱 經濟危機已經開始逼迫 中共黨魁動搖它的基本盤了 我也的確從好幾個渠道 是看到了紅二集團的反擊和抗議了 它沒有能力重啟經濟流動 只能從存量財富上下手 這也就是我說的 社會事件激化它們的內部矛盾 從而有可能會有變化因素發生的原因 早在2016年3月3日 就由海外媒體報稱 時任中共軍委副主席范長龍 和退役的前中央軍委委員兼總後勤部長廖錫龍 因分別向軍紀委上交了問題款項 換取不被追究 前者300萬元 後者4000萬元 據他們自己交代 這些錢都是中共十八大以前 一些老部下 戰友等以各種名義贈送的 而兩人被放過的原因 還因為在拿下古俊山 徐才厚 郭伯雄的行動中有功 經歷疫情三年之後 中國經濟持續不景氣 北京當局正在用各種辦法收權貴的錢充實國庫 近年中共抓貪官越抓越多 貪腐金額巨大 官方公布的中共落馬官員的貪腐額不乏超過一元的 今年5月28日 中國華融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前總經理白天輝 因受惠超過11億元被判死刑 此前 2021年被執行死刑的中國華融前董事長賴小民 被指涉灘折合人民幣17.88億元 其中1.04億元尚未完成收受 侵吞套取單位公共資金共計人民幣2513萬億元 台灣財經專家黃世聰早前對大紀元表示 因為中國目前地方債的問題非常大 銀行體系遭遇到房地產下跌的壓力非常重 整個國家經濟前景也不明朗 當局收刮財富動作很明顯 包括查富人的稅 查富士康 還有之前提共同富裕 讓馬雲 馬化騰這些富豪捐錢 黃世聰認為當局現在的反腐有雙重作用 第一個消滅政敵 第二個當然就是把權貴的錢納入國庫 被自己應急之需 呂澳自由主義學者袁洪斌對大紀元表示 由於整個中共的經濟斷崖是下滑 各級政府財政困難 習近平又要發展軍國主義 準備發動台海作戰 在這種情況下 習就通過擴大整肅官員 沒收這些官員的財產來充當軍費 充當維穩費用 也播出一部分 來解決各級政府的財政危機 習近平及他的親信涉及的貪腐 近年也持續受關注 美媒近日披露 美國情報機構正在撰寫一份 涉及中共高層腐敗和隱匿財富的報告 包括中共黨魁和其他常委 旅美時事評論員藍述 4月16日對大紀元表示 該報告一旦公布 將給中共統治 帶來史無前例的衝擊 中共會發生內亂 下面請聽大紀元記者李靖報導 美國航母遭襲擊 中共官媒傳謠被打臉 6月2日 胡塞武裝再次襲擊美航母的相關詞條 被推上大陸熱搜榜 在中共官方高調宣傳下 網上充斥著大量美國航母被炸的消息 但這些消息被證實是造假信息 中共官媒央視2日的晚間新聞 新聞直播等多個頻道密集播報 野門胡塞武裝稱 針對美國航母進行打擊 胡塞武裝再次襲擊美航母的消息 央視報導稱 當地時間6月1日晚間 野門胡塞武裝發言人 葉海亞、薩雷亞發表講話 稱胡塞武裝近期針對多個目標 發動了系列軍事行動 其中一次行動 針對目前處於紅海北部的美軍 艾森豪威爾號航母 胡塞武裝對其發起了導彈和無人機襲擊 報導稱 這是過去24小時內 胡塞武裝對美軍航母的第二次襲擊 此外 另一次行動針對一艘美軍驅逐艦 其餘四次行動針對違反胡塞武裝航行禁令 前往以色列的其他民用船隻 中心網、環球時報、央廣軍事等中共官媒 紛紛轉載了上述消息 引發中共網軍一片叫好 央視特約評論員 中共全軍首批外宣專家杜文龍 6月1日在微博發布視頻稱 胡塞武裝導彈攻擊美軍航母 能否打中並不重要 關鍵是真打了 在連續的攻擊過程中 只要一拳能夠打中美國人的臉 就成功了 不過 有網友嘲諷說 你也可以向大海方向扔個石頭 宣布自己打了美軍航母 實際上 在中共官方大肆宣傳下 網絡上日前還充斥著大量美國航母被炸的造假訊息 其中一段視頻配樂 竟是 今天是個好日子 大紀元記者發現 中共網軍廣泛傳播的一段 航母遭到轟炸的視頻 原是大陸遊戲視頻片段 該視頻曾多次被用來對內混淆視聽 另一段造假視頻片段顯示 兩架直升機在美軍航母上空救火的畫面 該視頻原是2020年7月12日 靠搏在美國加州聖地亞哥海軍基地的好人理查德號兩棲攻擊艦爆炸起火的視頻畫面 還有一段視頻片段顯示一艘美軍航母甲板爆炸後的畫面 該視頻原是1967年7月29日 準備轟炸北越的任務的美國弗里斯特爾號航母甲板上發生爆炸並隨即發生火災事故 與上述杜文龍論調不同的是 鳳凰衛視評論員宋忠平雖然稱讚胡塞武裝勇氣可佳 但他認為打擊美國航母不是那麼容易 從美國航母以及美國軍方發言人的角度來看 對胡塞武裝襲擊根本不予置評 他們認為根本不需要置評 宋忠平提到 美國航母具備更強大的反擊能力 但為了避免出現危險 美國航母也將會遠離胡塞攻擊的範圍之內 胡塞武裝各類導彈的射程相對有限 而航母的作戰半徑大於1000公里 隨著美國航母距離的不斷增加 以及美軍警惕性的提高 胡塞武裝攻擊美軍航母的難度將進一步增加 另外 一名美國國防官員日前告訴商業內幕 艾森豪威爾號被擊中的報道是虛假的 艾森豪威爾號航空母艦 是美國尼米茲級核動力航空母艦的二號艦 該艦是美國海軍第八航艦戰鬥群的組成武力之一 負責搭載第七艦載機聯隊 整個第八航艦戰鬥群的成員包括 多艘導彈巡洋艦、導彈驅逐艦 以及核子攻擊潛艇 6月2日 美國艾森豪威爾號航母艦長 查達費爾在社交媒體X平台發布了一段 艾森豪威爾號航母於海上補給艦 進行補給任務的視頻 顯示該艦狀況良好 美國中央司令部6月1日發表聲明 當地時間5月31日 野門湖塞武裝從其控制地區 向鴻海和亞丁灣發射了無人機和反艦導彈 美國聯軍艦船和商船均未報告人員傷亡或損失 此外 美國中央司令部在亞丁灣和鴻海上空 擊落了從湖塞武裝控制地區發射的無人機 而中共新華社5月31日的報道譴責了美英兩國的軍事行動 稱這是加劇地區緊張局勢 自去年10月 新一輪以哈衝突爆發後 湖塞武裝使用無人機和導彈多次襲擊 鴻海和阿拉伯海水域的民用船隻 已是支持哈馬斯 美國海事管理局表示 自去年11月以來 湖塞武裝已對在鴻海航行的船隻 發動了50多次襲擊 扣押了一艘船隻 並擊沉了另一艘 3月24日 美國中央司令部在一份聲明中說 當地時間3月23日凌晨 湖塞武裝向由中國擁有 經營的黃浦號郵輪附近發射了4枚反艦彈道導彈 下午4點25分 湖塞武裝又發射第5枚導彈擊中了黃浦號 不過 中國黃浦號郵輪並未獲得中共在吉布提駐軍 以及長期在亞丁灣執行護航任務的中共海軍的援助 此外 中共外交部並未對此表態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參 被視為長生不老的上等補品 在韓國出產的高麗參 還有活化機體作用的多種有效成分 可增強免疫力 是疾病無法入侵 被稱為萬靈補品 高麗參分野參與栽培兩種 由於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藥用的人參 又有生曬參、白參、紅參等不同的成品規格 玄寶黑參口服液以100%韓國優質6年高麗參為原料 根據朝鮮王朝醫學寶典《東一寶劍》 記載的九爭九鋪方法純手工製作而成 高麗人參含有34種人參造代成分 遠高於西洋參和三七參 另外 人參造代RA、RF、RG3、RH2 為高麗人參獨有的成分 經九爭九鋪製作後的黑參造火興致進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體制人均可服用 解決了人們長期關注的吃高麗參上火的問題 提高了有利於人體吸收的多種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參造代RG3的含量比紅參高八倍 人體對選保黑參中的人參造代的吸收率高達80%以上 是紅參的6倍多 是白參的16倍 點擊視頻下方的鏈接 輸入優惠碼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費郵寄 這期新聞就為您播報到這裡 謝謝收聽 下次再見 謝謝